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那这个活儿也不一定是产品多的啊 有可能是接下来谁多的呢 就是这个 UI UI这块呢就是Uder Interface 对不对 其实UI这块呢它可能啊 公司大了之后 UI的值得还会划分 比如说有UD 有UE 是吧 UD的是什么 用户界面设计 然后呢 UE什么呢 用户体验 那比较小的公司呢 可能就统一叫UI了 就是这些东西 你分析完了是吧 有个原型图了 这原型图也有可能是UI画的啊 画完了之后干什么呢 把它一张一张的切成大图先 设计成就类似于海报的东西 一张张的大图 那他们使用的大部分就是什么 或多上补或加一些其他工具 产出一些原型图 咱们知道这个原图是打出来的吗 比如说你看到的这样的一张图 对不对 就随便一张图 你说那是咋出来的 它是一层一层的 是不是有一个图层的概念 一层一层画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张 稍微复杂一点的图 它的图层可能都达到上千层 知道吧 是一千张图片挪起来 最终达到你的一个视觉效果的 知道吧 他们是一层层挪的 一块块出来的 知道吧 是这样出来的 并不是说所有的图都是一下出来的 没有这种东西 它都是一层一层画出来的 你想它创作吗 它怎么创作的呀 它是从零开始的 就拿着画笔画布 同一层的画起来的 知道吧 那这块呢 这里面就有什么 优地优异 优地呢 是主要做设计的 就界面设计 然后优异什么呢 用户体验 其实我最烦的就是优异 优地呢 还好一点 优异用户体验 啥用户体验 他就说这个体验好 我就感觉这个体验不好 对不对 尤其是程序员来说 因为他只要不用默认效果 程序员都会感觉 你这个效果 为什么要让我改 是吧 我感觉你改完 那效果不太好 原生这挺好的 是吧 程序员都会有这种感觉 是吧 那以后大家在做项目的时候 要注意 就是优异的效果 你可以干什么 可以给它往后去delay 后做 知道吧 不要先做 因为这个东西 就一个体验效果的东西 它并不影响我们的业务流程 知道吧 我们优先保证的 应该是数据走向 业务流程是对的 然后这个效果 可以后期干什么 后期再加 知道吧 千万别再能多 研究一个效果 一研究两三天过去了 是不是 结果你的这个数据 还不走不通呢 那个产品还不能正常流转呢 那肯定是不行的 你先把你的项目流转起来 然后再干什么 再去做这个 用户体验的一个提升 知道吧 否则你的项目都不能用 你跟我说体验好 你这页面真炫 有啥用啊 一点效果都没有 知道吧 在这呢 UI切完头之后呢 那干什么呀 UI切图 其实对于咱们后端来说 如果咱们目前来说 咱们只做后端的话 其实咱们可以直接跳过UI 知道吧 咱们可以直接跳过UI 但如果说咱们要是前后端MTV一起做的话 咱们就跳不过UI了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块呢 就设计一个东西 第一块呢 比如说咱们后端到底干什么呢 后端有几个人呢 对不对 那后端呢 一般来说在公司里面后端人都是最多的 因为那后端的逻辑是最麻烦最复杂的 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很多人 你可能要面对不同的前端 对不对 安卓安卓S4再加什么H5 对不对 是不是 再之后呢 还有可能有Windows那种专用客户端 之后你还要和那种什么部署的人去对接 也有可能没有部署的人 我们需要自己去部署一下的 是不是 那这会呢 我们可能需要对接的人是比较多的 那这块呢 最少都是两个人 知道吧 最少都是两个 那多的话呢 就不下了 你知道吧 别的部门呢 说它基本有两个够了 一个人就能扛起来了 但咱们这段呢 至少都是两个 知道吧 那这会呢 就会需要干什么呢 这后端你要知道啊 它不仅是Python的 Python是可以做后端 那以前比较出名的什么 Java PHP 然后 Node.js 对吧 再之后还有什么 Go 对吧 C++的公司其实太少了 因为C++东西太多了 一般人是搞不定他的 知道吧 那比较常见的是这些 最常见的其实是这两个 知道吧 然后现在比较火的就是 Python加这个什么 H5node这边的 对吧 那后端一般这会儿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根据需求 进行表结构设计 我们可能要先去把这个表给它设计好 对不对 大约有哪些表 这表有哪些字段 再之后呢 表有哪些关系 要先把这些呢 统一的都给它做出来 然后才去干什么 做真正开发 知道吧 把这些做好了之后 咱们就可以干什么 是不是circle to model啊 对不对 逆向生成 对不对 再之后呢 UI这块 UI这块呢 咱们说了 咱们有可能是前后端都要做的 所以说咱们有可能会受UI的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主色啊 对不对 它得出图 那就说我们前端是干什么 是不是根据UI来做的 对不对 前端 那前端这块呢 我们可能会有几个呢 不同 比如说咱们是MTV的 可能咱们就不需要其他的人了 就是自己干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下 基本上做的都是什么 自己用的 就后台管理的东西 就是说给咱们员工自己用 不在乎界面 炫不炫的 知道吧 那这会是MTV的 再之后呢 也有可能咱们需要很炫酷的效果 对不对 那就需要什么 是不是前端工程师啊 是ATMR5 是吧 Web前端工程师 这个呢 相对来说人会比较少啊 一个就够了 一个产品线 一个就够了 但是呢 如果说不用H5的呢 就安卓和IOS 那安卓一个 IOS一个 他俩是标配 对吧 是不是 但是这两年 安卓IOS为什么去 就是下滑了呢 啊 不是人太多了 是因为H5 他有一个特性 当然人多也是一方面啊 比如说 在15年的时候 千锋呢 就北京啊 北京校区 别的校区不算 毕业的IOS班 就有多少呢 76个 一年 对 一年76个 76个班 班 你要去想 比如说 就到10月的时候 就已经开到60多班了 你咱们现在不是 才十几个班吗 对不对 相对来说压力 还没那么大 15年的时候 就千锋 就是 你就想吧 你等你毕业的时候 就是干啥呢 英雄七 一起毕业 8个班 你去想 那你的竞争 你的竞争压力 是有多大 对吧 就一下子就 当时的班人数还比较多 都是七八十人 对吧 就是一下子就出了 五六百的这个IOS程序员 你想多恐怖 对不对 并且是北京一个校区啊 别的校区还不算 然后后来呢 突然就市场就有点饱和的感觉 对吧 但实际上也不是饱和了 只是对初级和中级程序员的需求量少了 对高级程序员需求量 还是一直都是有的 知道吧 那再之后呢 后来就H5火了 对吧 这个东西相对来说 因为它的成本 比如说初级程序员 它是不是也得10K 12K啊 对不对 那两个 它是不是得20多 后来呢就出现H5了 H5干什么呢 H5呢 它可以 它有一个特性干什么呢 它写那个页面 可以同时运行在安装和LOS上面 知道吧 那这个就是 当时比较出名的叫 React Native 然后呢 就通过这东西干什么呢 它去写那个页面 就同时运行在安装和LOS上面 然后呢 比如说你是React Native的一个工程师 15K 你这两个12K 对不对 那很显然 这一个工程师干什么 把这两个人都剃了 并且 它会写React 也会写普通的外部网站页面 所以说它干什么 更通用 实际上呢 这会儿也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以后是做一个专台 还是一个做一个通台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想你找工作干什么呢 比较快面 比较广的话 那还是通台比较好 但如果说你想去大公司 就一直研究一个方向 那肯定是专台比较好 知道吧 但咱们目前的一个配奖计划 应该是什么 通台 就是说你各种东西都会一些 然后快速入公司去成长 然后以后呢 你假如说 我就想一直研究技术 对吧 那你就去做什么 做专台 就再去研究某一块领域 然后如果说我就想 是吧 我干多少年之后 我要转转型 对不对 那你就做什么 做通台 把所有的东西都去研究研究 感觉一下各种语言的区别 是不是 那之后呢 这话是不是就前端呀 然后我们后端和前端 到时候是不是要对接呀 对不对 对接呢 基本都是后端做主导了 那之后咱们是不是就研发 研发研发呀 哎 你说你研发这东西 写完了 就无敌了 其实那这东西就和那魔兽世界一样 满级只是一个开始 对吧 那这东西就是啥呢 就是说你把这些需求都做完了 它只是一个开始 知道吧 代码写完了 千万不要认为 你这代码写的无敌了 我就记得我当初 我把所有的功能写完了 好开心啊 是吧 然后早早就下班跑回家了 对吧 第二天一来了 发现 是吧 测试给我爆了一百多个bug 确实是这样的啊 那当然的 有的不算是bug 就是他们给你反馈出来的 最后呢 就确试完了 那bug大约有八十个左右吧 就说你这代码的写完了 它干什么呢 并不是无敌了 它会有很多的小毛病 因为你平时都是只是简单测几下 并且也没有复杂条件 也没有并发测试 对不对 也没有压力测试 而测试工程师会干什么呢 测试工程师很变态的 对吧 对着你那你东东一顿出货 是不是 然后再来回歧 是吧 每个点着这个能够 又点那个 对不对 就一个逻辑没处理完 又处理另外一个去了 就有可能导致你的页面数据出错 知道吧 那测试这块的又分为两种 第一种呢叫做黑核测试 第二种叫做什么呢 白核测试 黑核测试什么呢 可以叫做功能测试 然后呢 我以前就喜欢管它叫点点测试 它每天就拿个啥呢 就拿一个那个功能检测列表 然后去一个个点 去测试这页功能正常不正常 知道吧 对 因为他们每天干啥呢 就在那点上点 点 是啊 就这样 对不对 并且工资还不低 6到10K 然后我见过比较高的 还拿到过145K的 知道吧 就每天点上点 那他点呢 拿啥点啊 就拿一个Excel 然后呢 他们管叫checklist 就检查列表 然后干啥呢 来测试谷歌浏览器 是吧 测试登录功能 然后登录成功 咔打个勾 是吧 之后 火候浓览器测试登录功能 咔 登录成功 打个勾 然后修改投资功能 谷歌测试测试 通过 火候浓览器测试 未通过 就天下干这活 知道吧 最后呢 发一个这个文档 对吧 然后之后呢 给你反馈 哎 你这火候浓览器测试不通过 那谷歌测览器测试不通过 对吧 然后这块有什么bug 有什么问题 他们就每天干这活 知道吧 那白鹤测试是干什么呢 白鹤测试呢 其实他们有一个两极文化 第一块呢 他可以干什么 他不会写代码 他不会就是做正向开发 但是他可以干什么呢 他可以写代码来测试你的代码 对不对 我可以写代码测你的代码 对不对 你假如你让我开发 我不会 对吧 但是我能测试你这代码 对不对 然后他是写代码测 比如说你这话是创业一个对象 对吧 然后呢 他就写一堆 这什么单元测试代码 然后测试你那堆创业对象 稳定不稳定 测一百次 能不能创一百个对象 对不对 然后呢 每次能不能成功 如果出错了 会有什么提示 对吧 他那块都能去做一个记录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什么呢 他是一个高级开发 他就专门是干什么呢 他就知道你写的程序里面 可能会有哪些漏洞 专门真的那些漏洞去干什么 去做测试 然后让你把你的程序修改的更健壮 知道吧 比如我有一个朋友 他们在那个航天无所 他们公司呢 就是做研发的块是四百多人 一百个开发 三百个测试 意味着你一个人写的代码 有三个人测 知道吧 那些测试都不是普通的测试 基本都是高级测试 就是测试的工资比开发也高 知道吧 那他们干什么呢 就每天去找你代码里面的漏洞 因为他们写那个代码是给那个卫星用的 就是性能要求啊 还有稳定性要求都是特别高的 就是一个人写三个人测 你写完的东西呢 要有好几个人在那吹你的代码 看你代码有没有什么bug漏洞 缺陷 稳定不稳定 因为当时我记得16年吧 他们就出过事 干什么呢 就是那个测完了 是吧 卫星上天了 结果呢 发现一百多个模块中有两个模块 不稳定 那卫星上天之后干什么 跑了偏离轨道50公里 那你说这玩意上天了 偏50公里怎么办啊 耗回来 可能吧 一个卫星四个多亿是吧 那最终这个国肯定有人背 从上到下 非事业边 全都开除了 知道吧 因为这东西 你这么多人去搞这个东西 最终你还有这些模块不稳定 是吧 这个钱也上天了 比如说这卫星本来能活20年 它偏了50公里 可能只能活5年 对不对 那这个损失肯定要有人什么背锅的 知道吧 那这块呢 就是说从上到下降开了 所以说我们以后写代码的时候 应该干什么 让自己的代码尽量减壮 对不对 高气发开发 然后呢 专门干什么呢 用来查找bug 然后对你那些可能出现的bug点进行什么 进行暴力攻击 对吧 就因为那个 比如说阿里 阿里原来不就也出现过吗 对不对 你说这个支付宝 你说支付宝为什么会被盗 测试厉害 不是 他们就没 当然他们也有测试的功劳 他们要干什么呢 他们就专门就是养一堆 包括国家啊 就养一堆类似于黑客的 OK 就专门顾人来攻击我阿里 你攻击成功了 对不对 给你十倍的工资挖过来 对不对 你是不是知道各种漏洞啊 OK 那你在咱们这服务器上 我不说 堵各种漏洞的方案 对不对 就这样做的 国家也有这种 比如说你 假如你的做黑客技术特别厉害 可能就被国家约谈了 那就两种 第一种干什么 就直接收编了 知道吧 坐牢的还是比较少的 大部分啊 他都会收编 那实在收编不了的呢 那可能也会就干什么 类似于软化你 知道吧 包括咱们用的那翻墙软件 那个那个作者 不就是吗 被国家约谈了 是吧 就那shadow socket 那个作者就已经被国家约谈了 然后咱们现在用的shadow socket 都是什么版本啊 都是当初人作者写完了 别人从给他哈巴上拷走的 他那个原作者已经把他所有的 那些shadow socket的代码都干什么 删了 全删了 彻底删了 知道吧 因为被国家约谈之后 然后他不想被收编 是吧 然后就达成一定协议吧 那之后呢 测试完了 你这个程序 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打造好了 打造好之后 下一步干什么 是不是上线啊 那你们上线谁做的呀 越为对吧 那越为的基本两个功能 第一块上线 第二块的维护稳定运转 比如说这个项目 他运转到一个月的时候才会出错误 对不对 那这会他要干什么 收集各种错误信息 是咱们代码的问题 还是他服务器里面的问题 他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分析出来 但运为也有两极分化 以前我们公司的运为就挺菜的 干啥呢 有的时候服务器保用了 然后我就跟他反馈 反馈完了 过一会他告诉我好了 然后我问他咋好了 我重启了一下 是吧 这就很尴尬了 对吧 但是有的运为是可以精准定位的 但是运为这个 运为这活的相对来说啊 普通公司的运为工资不高 并且还挺累的 是吧 我有些朋友也是做运为的 那他们给那个国家做运为 就比如说那什么银行运为 你一去了干什么 从这到那头全是机房 对吧 机房里面就是全电脑服务器吗 服务器都没有显示器 就一个个的黑箱的 然后专门算是起风 然后你去了干啥呢 拿上你自己的电脑 插在连接 然后他的电脑上面插上 对吧 然后看这电脑的运行日志 是吧 那日志呢 就好多好多的那种文档 然后一行一行 这后呢 可能有那种错误日志 你就专门看看错误都哪些问题 然后我朋友原来就告诉 你说你家 你这个公司网怎么样 稳定不稳定 能不能帮我做个测试 啥测试 就拼他测试 就拼他拼一天 然后之后呢 把拼那个文档给他 就是说每次我请求他 大约花多少多少毫秒 多少时间 然后呢 他就要把这东西拿回去分析 去看是哪出问题了 对吧 能不能优化一下 这块的就是运维做的活 知道吧 那等你这项目上线了 那你说接下来干什么呀 万事大吉了吗 不是 一个产品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产品 他都是干什么 他是需要不断的干什么 版本迭代的 知道吧 那版本迭代就又回到哪去了 啊 是吧 又不是后端啊 是又回到产品那了 知道吧 他要加什么功能 加什么功能 就像我先前跟大家说的一样 就说产品给你下需求的时候 你不要说你不能完成 你做不了 知道吧 能做 要时间 知道吧 然后呢 如果时间给不了那么多 OK 你往下砍功能 然后咱们一板一板的往上加功能 不要想着第一把所有的功能加上 那这会太重了 第一块项目周期时间太长了 对不对 第二块呢 啊 可能压力是不是太大了 第三块 你这里面可能出现的八个点就太多了 不可预知的风险是不是就太多了 是不是 你到时候就不好改了 但假如说我们第一把 比如说只上基本功能 一个电商 我只上什么 商品系统 用户系统 然后购物系统 对不对 以后我再加什么 订单系统 物流系统 积分系统 VIP系统 对不对 你这样一点点扩充的话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 比较干什么 比较容易的 并且我们每做 比如说你做了两个月就能上线一板 你的一个什么 成就感是比较强的 第一板上线之后 第二板在迭代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快了 比如说加一小功能可能就一两个星期 一两个星期 加一板 加一板 这样你的项目会越来越完善 对不对 是不是 OK 那这一块呢 咱们就简单说到这 休息一会吧